美国国会众议院两个小组委员会 这个星期就南中国海问题举行了 分别举行了听证 议员们担心中国会在美国新旧总统交替期间 在南中国海采取挑衅的行动 来挑战美国的决心和承诺 专家们在作证时呼吁 美国在南中国海地区展示决心 我们请记者思扬来介绍详细情况 欢迎思扬 你好 林思扬 谢谢你请我过来 那个市的众议院下属的军事委员会下属的一个小组 叫做海权级军列投射委员会 以及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后面的西亚太小组委员会 他们分别举行了听证 然后在这个听证会上 这个议员们最关心的话题就是说 我们美国为什么要关注南中国海 关于这个详细的情况 我有一个片子 我们先看一看 好 9月21号 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海权及军力投射小组委员会 就南中国海问题举行听证 在听证会上 小组委员会主席福布斯表示担心 中国会在奥巴马总统任期的最后期间 或是新总统上台期间采取挑衅的行动 我担心中国国家主席可能会把奥巴马总统最后几个月当成一个机会在南中国海宣布航空识别区加强在斯卡伯勒浅滩地区填海造岛行动 并加快在这些人工岛屿上的军事化建设行动来考验我们的决心 9月22号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 也就国际仲裁之后 南中国海地区的外交和安全问题举行听证 小组委员会主席邵建龙强调 南中国海领土争端是长期的安全挑战 短期内也是引发矛盾和摩擦的地方 他对作证的专家提出的主要问题包括 南中国海有多重要 美国为什么要关注南中国海 如果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采取行动 那又怎么样 在作证时 专家们强调了南中国海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 对美国的国家利益的重要性 是关于美国的领导权和可信度的问题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格莱伊 在9月21号的听证会上说 美国在南中国海地区有很多的利益 我们在维护自由航行方面有国家利益 特别是可以进入亚太地区的海事公共疆域 我们在维护基于规则的体系方面 包括遵守7月12日的仲裁裁决方面 也有国家利益 南中国海地区争议得到和平解决 没有大国凌霸小国 当然也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 更重要的是保障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安全 也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 我列出的这些国家利益 现在在我看来都遭到了中国的挑战 专家们建议 美国应该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展示决心 来自新美国安全中心的研究员 埃尔布里奇·克尔比说 面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咄咄逼人的行为 美国应该更加强硬和坚定 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 华盛顿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觉得犹豫 他觉得奥巴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 并没有展示足够的决心 他建议美国政府继续自由航行行动 加强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的军事力量 使得盟友们担负更多的责任 并同时加强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 国会应该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等 他说如果美国在有优势的时候 不展示自己的决心 那么等中国强大了 美国就会束手无策 英国BBC记者比尔海顿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美中在南中国海的角力 既是战略上的 也是情感上的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 情感的成分很明显 因为你听过这样的故事 中国被帝国主义侵略 另外这也是有关国土统一的事情 香港澳门回归了 但是台湾还没有 对美国来说 从情感角度来说 是谁是世界第一大国的问题 他们不愿意被看成是世界第二 海顿出版过 题为南中国海亚洲权力之争的专著 他在书中指出 虽然美中在南中国海地区 并没有主权纠纷 但是南中国海的权力之争 主要是美中之间的争斗 美国之音 斯阳 华盛顿报道 听证会之后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 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 邵建龙 他有一个总结发言 他说看起来 如果我们现在在南中国海 不采取任何行动的话 那么将来我们会付出 更大的代价 不过呢 还有一个资深议员的 这个叫谢尔曼 我觉得他的观点 也值得提出来 他说的是 美国可能是夸大了 南中国海的威胁 特别是国防部 他们把那个 比如说南中国海的眼交 看成了那个大山 他说其实相对于朝鲜 相对于那个恐怖袭击来说 这些威胁对美国更大 林森 谢谢斯阳 我们非常感谢 美国人员记者斯阳 来演播室 介绍详细的情况